近日广东佛山的一名七岁男孩在脱管中心被铅笔戳伤了左眼就医 医生介绍男孩脚膜上有七到八毫米的伤口 红膜脱出 筋状体全白浑浊 并且眼底留有筋笔头 通过手术 筋笔头被取出 后期需要装入人工筋状体 男孩才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三个小朋友是坐在一起的 我小孩是坐在最右边 中间这个小孩就抢着旁边小女孩的铅笔 我小孩回头一看怎么回事就戳到了 睁开睁不了多久 就睁开的话就很模糊 我看似乎全部东西都看不到 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脚膜上有一个大概七到八毫米的一个伤口 整个脚膜的直径大概是十一到十二毫米 他就内伤了大概七到八毫米 然后当时是红膜要脱出来的 也就是眼泪溶物的一部分 它脱出来了 然后整个晶体是全白混浊 很多商家会为了要那个铅笔的头没那么容易折断 他们会加一个粘合剂 这种链合剂里面有时候就会带一种的毒性成分 比如说甲醛 尤其对小孩这种 它会产生一个炎症反应 还有毒性反应 而且这种医物的话它容易碎 所以这种医物必须尽快取出来 如果家长或老师发现他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告诉小孩不要有眼睛 一定要去到专科医院来给他合理正确的一个处理 配合医生及早完成检查 然后尽快手术 加刀